我们这组的主题是Tree or Tree 行道铺面改善设计 底下是我们的目录 研究动机 树木是构成都市绿化的主要角色 不管是在街道盘还是校园里 处处可见它的中印 而我们在校园星宗时 经常不注意就会被树根乱串所融起的地庄半岛 是否有方法既可以变得美光又可以改善现况呢 下雨时地板积水是否与铺面的材质有关呢 研究目的 第一 改善树根乱串而导致地庄容器 第二 改善因树根乱串而破裂的结构物 第三 建筑科广前方空间及铺面规划 文献探讨 树穴过于狭小 原因是因为长期践踏使土壤硬度过高 导致底下没有氧气 根部只好向上生长 砖块常会因此隆起 种植错物树种也在有限的地方 许多校园内种植小夜兰人这种生长速度快的树种 更是让结构物无法符合 建筑科广前原先是用磁装铺贴 后来因为树根把磁装撑破 改建成现在的样子 可是却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研究分析与结果 树种研究 选择合适的树种有助于预防树根隆起的问题 学校种植的小夜兰人 由于种植错物树种 树根隆起的问题才会频频发生 种植树目前应事先评估树种对黄金的适应性 以及生长空间 比较小夜兰人的优缺点 小夜兰人的优点有树形高耸生长快速 缺点 异创根 改善方法 第一 使用导根板 导根板可以有效阻隔前根 使根系向下生长 第二 使用结构模组扩大树屑 避免树屑过小或是人形到植物根系无法生长 导根板会限制树木获取水分的范围 所以最后我们决定使用结构模组 第三 改造树周围的结构物 将树根周围空出来 保留生长空间 使树不被受限在一个空间里 材料定案 我们比较不同铺面的优缺点 选择最合适的铺面 一 紫草砖 优点 有利于花槽生长 有较好的透水性 免烧砖环保生长 缺点 大雨冲刷后会形成土坑 太阳将砖晒热时 把土壤的水分蒸发掉 很容易把草干枯 二 连锁砖 优点 透水性强 耐久 缺点 受压不均会产生凹凸 三 透水混凝土 和一般混凝土比较 透水混凝土少得细力量 因为这样在混合材料时 会发生极配不连续 在混凝土中产生缝隙 因此可以透水 但为了可以保持它的强度 在半合时会加入装用的增强剂 优点 能够承受车辆及行人的使用 排水效果较好 可减少地表积水 维护的成本比较低 缺点 如果透水混凝土损坏 更换起来可能会比较复杂 四 树木复合材料 原料为 再生热素型塑胶 加上可回收的木粉 稻壳 还有废植物纤维 复合而成 减少木材的消耗达到 环保理念 它的优点有 不易腐坏或被虫 侵蚀 虽然初期成本比较高 但后期不需要太多维护 空心树木 重量清 适合人流少的地方 实心树木 耐用 强度较高 设计理念 我们想将树根的周围空出来 让树有更多生长空间 并增加可以修器和用餐的座位 造型上使用六边形 而非传统的方形或圆形 使原本呆板的座椅有了不同的变化 设计过程 一开始的设计不但不美观 没有变化性也不方便进出 我们参考了台中渔人亭市集的站立石桌子 设计出的座位不仅可以用餐 也与大自然更亲近 设计地板扑面时 我们找了很多种扑面材质 最终我们决定用透水混凝图 模型制作 先以Sketchart画出3D图 画出我们设计的样子 接着按照比例 用Kate画2D图 原本打算用两片正方形 及四片长方形 组成一个长方体的桌角 后来发现用2毫米厚的奶瓶纸切出2毫米框的长条 也能呈现出我们想要的样子 结论 一改善校园环境 美化改善被破坏的结构物改变造型 光线 在椅板下加装可玩取暖灯条 让留校学生从在没有灯光的地方吃饭 总变为在光线充足的地方用场 二设计异行 设计特色 使用六边形设计有变化性不死板 桌椅高度符合人体工学 使用舒适 解决根本问题 我们将树根周围空出来 保留生长空间 并在铺面下方使用结构模组 防止树根向上生长 环保 使用废弃原料 即可重复回收环保材质的树木复合材料 铺面使用透水浑泥土 不仅可以补充地下水支援 防止地层下陷 还能减少地面阳光仿射 减少都市热岛效应 景观融合 透水浑泥土 色彩结合大自然 使用土荒和草绿 春天的颜色 让人充满了希望和活力 桌椅造型 素雅自然 以上是我们的专题 感谢观看